一位华艇爱好者 从水里拖起她的船 只是她的目光被海边什么东西吸引 女人心中疑惑 静止朝着物体走过去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水边躺着一具女性尸体 这里插一句雅威拉的演员 该演员名叫布兰达·布莱斯 1946年2月20日出生 是一位英国女演员 她今年实际年龄 应该78岁高龄了 在剧中 她能开车能跑路 身体真的非常棒 这是一片荒无人际的海滩 尸体上虽然没发现证件 但威拉看到女人身穿夜店装 她分析 女人生前应该参加过派对 或去过酒吧 她的年龄约40左右 法医介绍 她后脑有一剂严重创伤 那也许就是导致其死亡原因 威拉发现 尸体腿上有多的划伤 法医解释 那些只是擦伤 很可能是尸体顺着水流下来 碰撞到石头造声 这样看来 这里不属于案发现场 女人遭气势过来 她眼眶肿胀程度 应该也是死前造声 非常可能是凶手 痛击了她的眼睛 初步判断 这是一起谋杀 黑妹通知威拉 法医在死者口袋里 发现一张酒吧收据 她已烘干 并已得到酒吧消息 收据时间显示 为昨晚8点左右 酒吧名叫一月 酒吧负责人交代 昨晚这里人太多 她没法记住每个人 酒吧里只有一个监控 但那个摄像头只对着收银台 怕是很难提供有用信息 酒吧打烊时间 昨晚12点左右 当时一个发电厂 在这里举办派对 巴特从电厂网站上 很快发现死者照片 现已确认 死者正是电厂员工 名叫丽莎 两人来到丽莎家 开门是一位黑人男性 她是丽莎丈夫 名叫威廉 交谈后威拉他们获知 昨晚最后联系时间 大约9点半左右 当时丽莎声称 自己要去一下办公室 此时女儿提到 丽莎去办公室 应该去见一个叫亚当的人 那人也是小林亲生父亲 小林与生父关系貌似不融洽 她声称 自己父亲就坐在身旁 没说两句 小林愤怒离开 威廉介绍 她昨晚只跟小林在家看电视 也为是妻子公司组织活动 因此父女俩并没参加 两人找到一个叫小曼的女人 她是死去丽莎闺蜜 闺蜜也在电厂上班 最后见到丽莎时间 只是在派对上 昨晚派对由小曼组织 参加派对 大多数都是之前发小 小曼提供一条线索 丽莎生前与达米安有矛盾 达米安是公司负责人 昨晚丽莎前夫亚当 并没参加他们的派对 说话间 巴特接到电话 貌似有了新线索 原来肯尼通知 昨晚什么人闯进丽莎办公室 江里面翻得乱七八糟 敏锐的威拉察觉 也许办公室就是命案现场 他们需要过去查看 电厂保安证实 昨晚丽莎确实回过办公室 当时丽莎门卡忘记拿 保安还给她拿了一张临时门卡 她当时声称 办完事情还会去参加派对 但保安并没见到丽莎离开 不过有一个后门 也许她从那里离开电厂 也不一定 丽莎办公室 确实一塌糊涂 只是目前不能肯定 丽莎是否就是在这里被害 威拉在外面 见到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那人正是电厂负责人达米安 交谈中 威拉了解到 昨晚达米安也去参加派对 并替员工买单 她离开时间差不多11点左右 问起她与死者关系 达米安也算坦诚 大多数时候不错 丽莎反对达米安一些经营策略 但有些方案 不可能获得所有人共鸣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关于丽莎前夫达米安解释 亚当是一个独立外包商 他基本不按电厂作息时间上下班 但只要维护设备不出问题就行 再说亚当工作区域 离电厂相对较远 与丽莎应该接触机会不多 电厂正在升级监控设备 摄像头一周前就不能用了 因为前段时间电厂发生过盗窃 其中就包括丽莎办公室 因此电厂在加强安保措施 警局里大家汇总线索 死者丽莎 今年39岁 电厂人力资源经理 死亡时间约12小时左右 被人击打后脑 又将尸体丢入水中 9点多从派对离开 回过办公室 办公室有闯入迹象 由于没人见到离开 不排除在办公室被杀的可能 不过领导提到 丽莎笔记本电脑前几天丢失 目前掌握线索仅限这些 法医已完成丽莎尸检 现已确认 丽莎死亡时间在昨晚11点左右 后脑严重上 应该是身体向后倒下石灶上 她肺里没有水 表明尸体被凶手扔进水中 维拉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 丽莎是否遭到性侵 法医否认凶手并没侵犯过她 只是她手上戒指 貌似被凶手拿走 但也可能是她自己取下 难道她有情人 取下戒指为和情人见面吗 法医提供一个线索 也许丽莎不是在电厂被杀 她的头发里提取到一些磷酸铁的东西 那种东西与电厂环境提取的物质不匹配 离开停尸房 巴特收到消息 巡警终于发现亚当行踪 一个偏僻的锋利发电桩之前 两人见到正在工作的亚当 听到丽莎死去 亚当不淡定了 她声称要去见女儿小林 亚当介绍了情况 她11年前离开这里 一年前被电厂聘回来 几天前丽莎通知自己 去参加昨晚派对 但工作原因 她最终没能过去 由于她是独立工作 没人能证明 她一直在这里没离开 对于丽莎在婚 亚当已经放下 她自己也在和丽莎闺蜜小曼交往 两人交往近半年时间 两人来找小曼 但亚当已提前赶到 见到威拉他们过来 亚当马上驾车离开 这什么情况 这人到底怎么回事 至于昨天没提到与亚当交往 小曼给出解释 也为两人偷偷交往 她也不希望此事刺激到丽莎 毕竟亚当是她前夫 而自己是丽莎闺蜜 并且本来计划派对结束 就通知丽莎 可不料出现这种情况 警局这边 威廉带着女儿来认领尸体 威拉希望从小林这边 得到一些有用信息 小林承认 不久前与母亲争吵过 母亲去参加派对时 自己一直没理她 这让小林非常自责 说话间亚当找过来 对于威廉通知亚当过来 这让小林有些愤怒 她扔下一帮人 快速离开房间 还没得到有用信息 威拉自然不会忍小林离开 据小林介绍 自己之所以痛恨父亲 也为她太自私了 当初他们一无所有时 父亲选择离开 现在回过头来找他们 有点夜宫耗聋之感 为了获得小林好感 亚当上个月 甚至为女儿买了一台车 但丽莎把那辆车卖给车行 反正小林也不想要 只是接下来的话 让威拉有些吃惊 也为钱被丽莎放去办公室里 难道这才是丽莎办公室 遭人闯入的原因吗 毕竟也是好几万英镑现金呢 警局里 威拉得到消息 调查组没在丽莎办公室发现钱 她的银行账户 也没存入迹象 表明卖车钱 确实不见踪迹 黑妹带来消息 案发当晚 丽莎本人门禁卡 在电厂另一个门上又被刷过记录 难道什么人知道 丽莎办公室有钱 偷了她的门禁卡 将钱拿走了吗 可丽莎又被什么人杀死 难道刚好遇到盗贼 被对方袭击致死吗 通话记录显示 威廉曾给丽莎打过六个电话 但丽莎都没接 另外一个电话 来自一个位置号码 丽莎虽然接通 但通话不超过一分钟 威廉那里没得到消息 两人来找亚当 只见房间一片凌乱 对于丽莎卖掉自己给女儿买的车 亚当解释 东西送给他们 他们有权做决定 虽然自己心里不爽 但也不会为这事去杀丽莎吧 关于电厂偷盗之事 亚当车也被人偷过 那人拿走了亚当几个昂贵的钻头 总共加起来 大约价值一万五千元左右 亚当提供怀疑对象 那人名叫阿伦 是电厂汉宫 有小偷小摸的行为 电厂里 两人找到阿伦 对于无端指控 老汉自然不会承认自己道歉 昨晚 阿伦也去参加了派对 但他很快回家 妻子可以作证 正准备离开 巴特带来消息 根据丽莎头发里物质 现已找到了丽莎被杀现场 那边离这里 只有2.4公里 两人立刻驱车前往 那是一个类似码头的地方 栏杆上残留血迹 与丽莎血型吻合 地上还有一个高跟鞋液 目前没来及比对 那人在这里袭击了他 又将他推进身后水中 一个问题出现了 丽莎从办公室离开 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 黑妹带来消息 潜水员打捞出丽莎 随身携带物品 其中包括她的钱包手机 两人来到一家服装店 也为信用卡消费记录 有人使用过丽莎信用卡 在这里购物 对方一身黑衣 但她选了一条戴字母的项链 威拉来找小林 也为照片上之人 带着小林学校的笑灰 小林解释 那是她的前女友杰西 原来小林是一个同性恋 之前住在小林家里 后来是丽莎让杰西搬出去 之前与母亲吵架 也正是因为此事 杰西偷了丽莎信用卡 她也知道丽莎办公室放着钱 会不会是她心生报复 出手弄死了丽莎呢 只是现在杰西去了哪里 目前无人知情 两人来找杰西家人 不过杰西父母也不知道 女儿去了哪里 对于两人不在场证词 威拉叮嘱巴特认真核对 一家高档咖啡厅 两人找到达米安 也为马克证实 达米安不在场 证词有问题 对方给出解释 当时与一个女性混战中 女人名叫卡拉 怕妻子知道此事 因此选择撒谎 达米安提供一条线索 当时阿伦妻子 看到她和一个女人离开 两人意识到 这样看来 阿伦撒了谎 她声称当时自己在家 妻子可以作证 妻子解释 阿伦当时在其他地方偷东西 因此自己替她隐瞒下来 丽莎前夫的钻头 丽莎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都是阿伦偷过来 但她相信 阿伦绝对不会杀人 两人对阿伦进行审问 对方解释 之前她和亚当一起做生意 但被那货坑了 投去很多钱 因此才想着偷他们东西 报复二人 但仅此而已 审问结束 维拉分析阿伦虽然不是好东西 但她应该没有弄死丽莎 此时黑妹带来消息 杰西又刷了丽莎信用卡 两人在一个商场后门 将杰西成功堵住 不过她的这一阵跑 也让巴特完成了当天的活动量 维拉指出 你吃住都在人家 怎能厚着脸皮 偷人家信用卡 反复进行消费呢 另外 你是如何得到这张信用卡 丽莎死时你在哪里 听到丽莎死去的消息 杰西倒真的大吃一惊 偷信用卡是小事 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 肯尼何时杰西证词 她这几天在一家旅馆居住 不过黑妹提到 他们在杰西住的旅馆 发现丽莎的那张门禁卡 正是之前 被人使用去过丽莎办公室那张 而且丽莎办公室门上 提取到杰西指纹 重新回到审讯室 现在所有证词对杰西不利 杰西给出解释 信用卡和门禁卡 都是在丽莎钱包透来 当时去丽莎办公室 准备拿小林卖车钱 带上小林远走高飞 但被返回的丽莎撞见 她当时给丽莎道歉 随后就离开办公室 不过丽莎那时打了亚当电话 两人相约在某个地方见面吧 威拉拿到亚当通话记录 原来丽莎之前通话 是亚当的另一部卫星电话 巴特通知 技术部通过丽莎笔记本 发现一些线索 电厂不准备与亚当签约 亚当怀疑是丽莎从中搞鬼 两人找到一个出租车司机 案发晚上 正是他从酒吧将丽莎送去电厂 行车记录仪显示 丽莎曾和小曼发生过争吵 而小曼从未提起争吵之事 警方叫了小曼 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动起手来 小曼解释 他和亚当私下交往 被丽莎发现 丽莎动手打了自己 自己才是一个受害者 事后小曼去找亚当 不料那货直接丢下小曼去见丽莎 第二天亚当刚上门道歉 威拉两人就驾车赶到 巴特带来消息 技术部恢复了丽莎手机数据 里面拍到一张亚当戴戒指照片 拍摄时间正是丽莎死前40分钟 老太太立刻带人去码头抓亚当 时隔不久 巴特打来电话 亚当家里发现卖车现金 只是一个问题没搞懂 既然亚当已将车送给女儿 为什么还要将卖车钱拿回来 手上证据电厂不准备签约 亚当家里发现现金 亚当声称案发是没见过丽莎 几条线索都指向亚当 对方解释原因 现金是丽莎主动归还给自己 案发当晚 也是丽莎主动打电话 让亚当将丽莎和杰西 从电厂接出来 亚当把杰西送去旅馆 丽莎跟亚当回公寓待了十几分钟 亚当准备将自己信托里 一半钱转赠给女儿 当时拍下戒指 应该是丽莎扫描时无意拍的 不过对方提到一个细节 分手的时候两人拥抱 并相互砍了对方 黑妹叫出维拉 技术部查到丽莎 当晚十点半左右 利用查找功能 查找过自己手机 证明她当时手机 也许没在身上 但亚当的回复让维拉困惑 丽莎手机一直待在身边 既然待在身边 她为什么又寻找自己手机呢 亚当提到一个细节 送杰西去旅馆 她发现杰西给小林发信息 因此小林后来应该去了旅馆 而肯尼这边通过旅馆监控发现 小林确实去了那家旅馆 维拉核实了小林证词 她去过杰西旅馆 那么一个新问题出现了 威廉不在场证词 无法证实 因为小林回家时间是12点后 而丽莎死亡时间是晚上11点 这个时间威廉去了哪里 干过什么 小林证实 家里电脑密码大家都知道 维拉分析 也许当时查找丽莎手机并非丽莎 而是威廉在查 目的就是想知道 丽莎是否与前夫旧情从然 当知道丽莎去了亚当家 威廉以为两人发生混战 于是出手弄死丽莎 见到老太太带着警员过来 威廉知道大事已去 只能如实相告 亚当那个憋独子 回来就给小林买车 而丽莎也总是提到她 案发当晚 见到丽莎一直没回家 打电话她又不接 于是利用家里电脑 查了丽莎手机位置 不料丽莎真的在亚当家 自己偷偷跟踪丽莎 看到丽莎出门 和亚当竟然啃到一起 可把威廉气炸了 很明显帽子早就戴上 于是二话不说 上前出手将丽莎弄死丢进水中 维拉也是无语 你个大老黑 一把年纪 脾气还那么棒 你光头戴个帽子 便是更好呢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